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太空垃圾击中人类的案例 据中国长征5号避火箭残骸返地时间越来越近 西方对其危险性的炒作愈发夸张 多个西方媒体发表 中国火箭残骸失控将于2021年5月8日到10日之间坠落在南太平洋 纽约或马德里的一些地方 甚至有记者5日公开询问五角大楼 是否准备拦截和击碎中国火箭残骸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也含糊其词地表示 现在探究我们能做什么还为时过早 这时外媒为抹黑还发明了一个失控残骸的伪概念 当地时间6日 纽约时报报道称 你几乎不会被这个猛烈坠落回地球的23吨的火箭击中 但可能性不是没有 先不说这23吨是载荷而不是残骸重量 这种低级错误 同一篇文章也提到 3月底猎鹰9残骸落在美国华盛顿州的事情 却称火箭曾照亮了西雅图的夜空 然后让残骸掉落在一个农场 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称 猎鹰9之所以残骸会坠落在那里 是因为第二级引擎点火并未按原计划进行 强调这是事件的意外性质 但到了中国这里 纽约时报宣称 过去30年中国都让残骸随机坠落 但据国内媒体报道 中方专家此前表示 运载火箭在完成运送任务后 在大基层外运行的火箭残骸 由于本身已经失去动力 甚至可能结构都出现损坏 因此不管是哪国的火箭残骸 都不存在可控的概念 而且专家称 对于进入太空的猎鹰9火箭第二级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早在2018年 就明确表示 因为技术难度和成本问题 彻底放弃再利用的想法 按照这次西方媒体的标准 猎鹰9火箭第二级 也是太空中的失控火箭残骸 此外 美国保守派小报 纽约邮报三日报道 常武必残骸时 标题夸张称 巨大的中国火箭残骸 可能坠毁在纽约 措辞也是极力给市民增添紧张感 称科学家警告 非常巨大的中国太空垃圾 可能会让残骸倾泻在纽约 或另一个大型城市 但三月底 猎鹰9火箭残骸掉落时 纽约邮报却写 西雅图上空神秘的光 可能是来自火箭残骸 文中还援引当地网友的推文说 你们看见了吗 我这辈子从没见过 太壮观了 无视科学 强行炒作 西方媒体的说法被专家学者驳斥 美国哈佛史物理学家 麦克道尔就中国火箭残骸表示 残骸造成一些伤害 或是击中人员的可能性很低 从个人受到的威胁角度上讲 我不会因此失眠 哪怕一秒 美军真想对中国火箭残骸动手吗 在小编看来 如果美军真的这么干 将开启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 去年长征5号 闭火箭首次发射时 西方就曾炒作过它的残骸 是最大的失控人造物体之一 可能对地面造成威胁 时隔一年后 西方媒体连换汤不换药的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 直接把去年的那些话 搬到今年又炒作了一轮 但这次五角大楼插手了 先是美国太空司令部 于4日跳出来说 正在随时跟随并向公众报告 中国长征5号闭火箭残骸的方位 预计这个失控的火箭残骸 大约在5月8日返回地球 但目前无法判定它坠落地球的地点 5日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科比称 美国五角大楼正紧盯长征5 闭运载火箭残骸的飞行轨迹 根据美国防部的说法 中国长征5号闭运载火箭 几乎是以完好无损的状态坠落 再入大气层的时间 预计是5月8日 但目前尚不清楚它会坠落在哪里 他回答说 我想在更好地掌握火箭向地面 合出坠落之前 探究我们能做些什么 还为时过早 所以我不想猜测 国防部可能会采取 或者不会采取什么行动 还有媒体更进一步地向白宫提出假设 如果中国火箭残骸对美国造成伤害 美国是否会向中国索要赔偿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 5日拒绝对此评论 我们还没到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正在通过美国太空指挥部 追踪它的位置 希望我们最后不必去那样做 到底要不要拦截中国火箭残骸 显然美国人并没有把话说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日称 美国曾展示过 击落进入大气层时的 航天器残骸的能力 的确 单纯从技术上看 美军装备的多种反导系统 都有能力拦截和摧毁太空物体 众所周知 实施拦截的第一步 是准确追踪太空航天器的轨迹 相比洲际导弹 只有短短几十分钟的飞行时间 长征5号B火箭残骸会在太空中 沿着相对固定的轨迹飞行数天之久 因此 美国的太空监控系统有充足的时间 可以跟踪和预测火箭残骸的飞行路线 并制定拦截方案 从美国反导系统的技术指标上看 拦截大气层外的火箭残骸 也完全没有问题 例如2008年 美国海军165号导弹悬洋舰 发射一枚改进型标准三导弹 成功机会报废失控的 美国193号侦察卫星 这枚导弹在距地面 大约210公里的高度上 击中卫星 卫星当时的飞行时速 可能在2.73万公里以上 对付目前运行在300公里高度的 长征5号B火箭残骸 绰绰有余 但是小编得提醒说 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之前反卫星试验时瞄准的 可都是本国的报废卫星 可从来没听说拿别国的报废卫星当靶子 回想2008年 美军那次拦截行动 当时五角大楼给的理由是 报废的美国193号卫星上 携带有数千公斤的有害燃料 一旦任由卫星自由坠落 他们抛洒在地面上将给附近人员的身体 造成严重威胁 小编小问 既然这颗卫星如此危险 如果同样具备反卫星能力的俄罗斯 急功耗益 先行将它击毁会有什么后果 美国会感谢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原因很简单 航天器的危险到底有多大 这个评判标准由谁说了算 如果美国自行歧视地认为 长征五号必火箭残骸很危险 强行发射拦截弹 将它摧毁 那下次俄罗斯能不能也认定 美国某颗卫星飞行轨道很危险 进而将它击落呢 这一先例一开 后果不堪设想 未经我方授权一切干扰 压制撞击 击落我卫星或残骸行为的 均视为军事行动 均视为挑衅动作 我方可按照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这样一个作战指导 来处置和展开行动 幸运的是 包括美国在内 各国航天专业人士 目前都没有认为 长征五号避火箭残骸 真的构成极大威胁 还好 炒作长征五号避火箭残骸威胁的 暂时还只有某些西方媒体 还好五角大楼目前只是表示 尽最大能力密切追踪它 让科学回归科学 别等火箭残骸还没砸头 媒体就先上头 事实上对于长征五号避运载火箭残骸的 重返大气层问题 我国的航天专家 在此之前就进行多次解释和说明 我们的火箭残骸 并不会给大家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它没有失控 也不可能失控 都经过了一些精密的计算 并有效地缩短了其载轨飞行的时间长度 实际上从上周周末以后 长征五号避运载火箭残骸的飞行高度 就已经下降了近80公里 残骸内部的物资消耗完后 看似体积很大的火箭残骸 其实只剩下外壳了 而火箭莫及的外壳 主要采用铝合金等材料 在大气层运行中会慢慢焚毁 由于大部分残骸物质 都在进入大气层后被燃烧殆尽 最终可能掉落的部分很少 且一般情况也会掉落在远离人类活动的区域 如果将火箭残骸和其他大型卫星相比 它可能对地面构成伤害的可能性 可以说是很小的 为了防止火箭残骸过久滞留在太空轨道上 或者在载入大气层后 无控坠落造成的其他风险 各国火箭在设计过程中都会采取种种措施 尽量避免火箭残骸 载轨产生大批碎片 或者落入人口稠密区 减小火箭残骸造成危害的可能性 所采用的方式包括放空燃料罐等压力容器 顿滑残骸 采取措施进行减速 提前无控载入大气 减少载轨停留的时间 或者变轨道目的轨道 或者改变轨道 避免和使用中的航天器碰撞 然后等待无控载入 猎鹰九火箭的第一级 可以在发射后回收 二级火箭也不能回收 但火箭需要进行防碰撞 防污染机动 用于让火箭尽快载入大气层 并将火箭的载入 进入到相对偏远的海区 目前来看长征五号B 则在发射后进行无害化处理 然后等待载入大气 二者在技术上都属于无控载入 并无本质的高下之分 都在理论上存在概率极小 但残骸造成一些伤害 或是击中人员的可能性 这也是当代人类 一次性航天运载器的常见处置方法 美国媒体刻意渲染 和夸大中国火箭残骸的失控 以及火箭残骸造成人员伤害的概率 显然不怀好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